他也同时在佛法里面栽培善根了 但是也有故事 犯戒也有故事 这是两个业力 一个是栽培善根的无漏业 一个是在事前造罪的这种罪业 这两个业力 两个业力谁先受国报呢? 罪业先受国报 先进度的业力 这是什么原因? 我们学的一切实在论上 就可以解释这个问题了 就是你造罪的时候 你一定要用心力强 用心力强 业力强嘛 你用不修行的时候 是一捏大半了 你才这样来振作 你要不然呢 你就认出一样活不利 你就不用够 你不用够 你这样的心情啊 不行 你用够的时候 用那个心力强 大概能到六十度 放异的时候 有九十度一百度 也用那个心力强 强者先前 业力强 所以我们的 这个因子不一样 有利也有罪 但是他功德就业吧 那个罪业先不受老 你这功德也先受罚 因为你现在 你这要再被散开了 那实力也不大 那等一等吧 先受不过去 所以从这些事情上看 我们自己也挺强